妈 什么 让你买瓶水 磨磨叽叽的 刚碰见一个长辈 长辈 什么长辈 妈 你别管 等会不管发生什么 您 都别多想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 等会不管发生什么的话 您 都别意外 我都别想 来了来了 你看 我的宝贝来了 感谢各位前来捧场 我代表皇家 感谢各位 接下来 我们要鉴定的是 今天的压轴藏 龙文仪石 这块仪石通体通透 开采于雪山 价值连成 想必 大家已经期待了很久 接下来 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它的真美 该藏品是 念品 什么 什么 假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们皇家坑人是不是 什么人 敢在我们皇家的地盘上洪荡 给我带着点 什么人 敢在我们皇家的地盘上洪荡 给我带着点 兄弟 你先别激动 死权了 谁是你兄弟 明明是你们把我们的宝贝调包了 还不让说 妈 你也冷静点 好 你说我们皇家调包你的玉 拿出正题来 否则别怪我们皇家以大气象 怎么可能呢 我在来之前 让权威专家已经鉴定过了 就是得保真 那你意思是说我们皇家就没有权威吗 你等着 权威专家的鉴定啊 我都在家里呢 我现在就去拿 站住 拿个厌城在这胡闹一气 如果就这样放你走 我们皇家颜面何散 够了 这玉 的确是假的 什么 好你个顾成啊 真敢拿假玉来骗我 妈 我送给您的玉 确实是真的 现场这个玉 的确是假的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们皇家调包了你的玉 是 也不是 不是你们皇家调包的 也不是现在的调包的 哎呀 我怎么又听过晕呢 哎呦 我的头啊 妈 这样 这里交给我 我先送您回家 慢着 你先让我送我妈回家 等会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他没跟出来吗 没有啊 你怎么知道那个玉被调包了呢 这说来话长 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哎呦 我的宝贝 那可是五个亿呀 二个亿哟 妈 想不想把玉拿回来 废话 谁不想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一个交代 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如果是假的 需要赔上一百个亿 三日之内 我一定把真的浪文玉事交给你 无凭无据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我是龙文玉事的真正拥有者 真正拥有者 谁不知道你就是个赘婿 就算你不是赘婿 就凭你们顾家 也配 赘婿的确不可能 但我是肖家 肖云周 你当时是白痴吗 谁不知道在远洋市当中 肖家只有一个独子 继承人叫肖云海 既然是这样 看来我们没得他 那换个人给你谈吧 过来 你看我有没有资格给你俩传 家主 您 您怎么来了 主 皇家怎么出现你这么一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既然联合肖家大哥 一起来哼善你 我有罪呀 不知者无罪 不知者无罪 主要 还是怪我大哥 不过 你放心 这个坑人的合同 我立马来他作废 你个混蛋东西 你个混蛋东西 我立马要你滚住皇家 家主 我知道我得及熏心了 但是是他们说我能赚十个亿我才这么做的 闭嘴 赶快收拾东西 滚住皇家 女儿啊 怎么办呢 如果找不到那个真的宝玉 咱们可就完了 妈 您别急 顾晨不是已经想到办法了吗 咱们就按他说的做 我相信他 我没想到啊 你的亲舅舅 我的亲哥哥 能办出这种事来呀 喂 哥呀 大妹的 怎么样了 宝玉卖出去了吗 这不是说的做 哥呀 我也没想到啊 那个玉是假的 让我们赔啊 一百亿呢 你说我不该怎么办呢 什么假的 不可能吧 我也不知道他是假的呀 我们母女把全部身价呀 都赔上也赔不起呀 我倒是有个办法 就是不知当奖 不当奖啊 哥 你说 你说 要是赔上那个十个亿 我们俩俩什么都愿意去做 等着 我现在就去找你们 哥 你说 你说 要是赔上那个十个亿 我们俩俩什么都愿意去做 好好 等着 我现在去找你们去 大妹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啊 你说 你什么时候把保育掉包的 新月 他管管你吗 他疯了 开始乱咬人了啊 舅舅 你就别装了 除了你 没有人单独接触过谷雨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 我也就不装了 没错 就是我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你为什么要害自家人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钱 很多很多钱 我在意大利欠下了巨额赌赞 如果我不挣了这笔钱 还不了赞 他们 就会把我乘的狐狸 喂鱼 喂鱼 为了钱 就可以伤害家人吗 他们 就会把我乘的狐狸 喂鱼 为了钱 就可以伤害家人吗 亲情算什么 人民币的味道 多香 哈哈哈哈 你个畜生 为了自己的利益 欺骗自己的亲人 你是诸狗不如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现在还是谈谈你们自己吧 你们已经置身难保了 你等着 我现在就报警 报警 你有我调包的证据吗 但是你们和拍卖场签的合同 是实打实的证据 你无耻 都是一家人 我也不会太为难你们 只要你们和我走一趟 去哪 和我去趟米国 但是不能告诉故城 这和故城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位大人物 对你们感兴趣 我 我的好外甥女儿 你长得这么漂亮 有人惦记 那是自然 没准 这次就飞上枝头 变凤凤凰了 到处舅游啊 也沾点光 哈哈哈哈 除此之外 什么也别问 我怎么说 你们怎么做 重点是 要瞒着故城 绝不能漏一点消息 谁要瞒着我把我媳妇带走 谁要瞒着我把我媳妇带走 谁有我的允许 谁也带不走他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入罪我们家的废物吗 废物 你看看 这是什么 什么 真正的龙闻玉尸 老公 你终于回来了 我的好女婿 太好了 你终于回来了 什么 我明明已经买真品 真品 你在既往国外的途中就已经被我截破 没想到 你有什么证欲 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你这个混蛋 你试图陷害宁家 还网图倒卖国宝 你真是个狗汉奸 你 看来我是小看了你这个罪序 我说你可以走了吗 你什么意思 你陷害我老婆 还倒卖国宝 我要送你去府法 你不放过我 是我不放过你吧 哼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怎么会这样 你还不明白吗 你只是一个棋子罢了 现在 你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 等待你的 就是法律的制裁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这样 这么多的 是不愿意 你怎么会这样